我拒絕他的話,我是這樣的 你如果去單打做假動作,你要利用印象 他上一個印象就是我在這邊射 所以這個印象,他就會停下來 好,大家好,今天我是Coach Fui 我們今天這個 topic 正 假動作 阿豪出名做假動作,CM出名做假動作 兩個字,尷尬,這次叫尷尬 我們今天會詳細講 我們怎樣可以做一個令人相信的假動作 而不是做一個出名假的假動作 首先在這個訪問的階段也問一下 問一下CM先 你對騙人有什麼心得呢? 騙自己比較容易 騙自己比較容易 阿豪,你騙人有什麼心得呢? 動作 是 主要是動作 這陣子的人答我問題都答得很精進 騙人有什麼心得?主要是動作 身體的動作 不是不是 主要不是不是 我剛剛在騙你 我用內心騙你 我想不是除了動作 就用內心騙你的 不是用什麼騙你的 大哥 真的很有趣 所以阿豪也是用動作騙他 我們怎樣可以真的騙到人 記住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剛剛提過的 你的假動作 你要是騙人 你騙不到那個人 你就在騙自己 這些就是騙自己的假動作 這些就是騙人的假動作 明白嗎? 好,就開始了 我們在看假動作的時候 先看一下他們 one-on-one 因為在one-on-one裡面 你會比較容易看到 你的假動作是否有效 因為其實假動作 是主要騙一個人 高階才騙幾個人 我個人認為假動作最厲害的 你覺得是誰? Iverson 我就是Magic Johnson 因為他可以騙了一村人 他騙了一個CAMMAN 鏡頭被騙到的 我是學Magic Johnson 在他那裡參鬥為主 因為我認為他是 歷史上假動作最有型 什麼都騙到的一個人 準備試試打 我們由交球開始 當一個比賽裡面 你一接球開始就打了 Good Shot 好,就這樣 好,就這樣 好 好 好了 兩位 首先我想問問大家 你們哪一下騙了別人 那一下? 我問問你 他哪一下騙了別人 你不騙別人 你就騙自己 明白嗎? 你做了 那你在內心做為主 內心氣 不用做那麼久 你剛剛做了什麼動作? OK 我們重點假動作 通常用去投籃 作為一個有利 首先我們必須有一個主體 什麼叫主體呢? 為什麼別人要相信你這個假動作? 或者這樣說 你必須要研究 為什麼別人要相信你? 我真的 我不說打籃球 為什麼你女朋友相信你? 因為你這個人 你這個人 表現了一個就是 你很值得信賴 正直 熟悉的一個男生 你女朋友就深深地愛上你 他就相信你 對不對? 但你內心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就不知道 我覺得是 就是這件事 印象 就是你可以fake到人的一個最重要的一點 什麼印象? 就是你究竟給防守者一個什麼印象? 你是一個切入型? 你是一個投籃型? 還是你是一個防守型的球員? 你有幾樣東西可以fake人的 可以fake drive 就是我們切入 好像剛剛那樣 你就fake drive 是不是? 第二就是fake shoot 就是我們射球 這個最多人做的 我們用投籃去fake 第三就是fake pass 是不是? 你要fake drive 那你第一樣東西 跳去哪裡? 跳環 OK,我給你一個球 跳環 來,球 跟著 我們一定要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做動作 假動作 我就當你這個fake OK? 你覺得大緊要 快要緊要 力要緊要 哪一樣緊要 快 大 試試快 等等 快 你快了 用核心做 對了,是不是快很多? 又是那句 你騙不到人 就騙自己 這樣叫快? 動作不用特別快 但是不用特別大力 重點 是一定要很接近你本身個人的動作 明白嗎? 就是這樣 如果fake的話 我是這樣的 不用很快的 是不是? 因為看著 因為我就是 去到最後一下才回來 明白嗎? 明白嗎? 第一次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不用特別快 我們跳過來 剛剛他吃了一下 這邊 射球 第二個重點就是 你如果去單打做假動作 你要利用印象 他上一個印象就是我在這邊射 所以這個印象 他就會停下 然後再進去 因為我只要看一看這邊 他就會停下來 因為我上一個動作 我就是fake去這邊 所以刚刚他吃了这一刻,他就会躺在那里,看着我射 就是永远要利用你上一个印象 第一个印象,Jack拼了他来这边,在这里射一球 第二个印象,就是刚刚这一球,拼望走 第三个印象,就是拼他刚刚过完这边,我在这里射 你用尽这三样东西 假动作基本上就是要用印象 第一个假动作,利用你一路给人的印象 你比赛前,你已经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你要利用这个印象 你跟我打之前,你知道我准了,你会贴,所以我第一球会这样拼 第二球,就是利用上一球入球的印象,或者你成功过他的印象 明白,第三球同样,用上两个印象 基本上连入两球之后,他的自信会被你打沉 是否大约明白,你刚刚成功过了这边 所以你应该贴在这里 你要利用上一球 但现在他已经被我洗了 没有了对你的印象 因为他已经守了我 他忘记了你那球 你问一下他 你会忘记的 你真的会忘记的 你守完第二个印象,所有东西都洗过了 你又要从头来过 这个就是我对打的经验 试一下吧,再来吧 打三球吧,连打三球 连打三球,我给你试一下 球 第二球 第二球 再来吧,再来 最後一球 停 对了 你没有用上一球 你不是过了一半吧 对吧 对吧 你过了一半吧 对吧 对吧 那你应该是怎样呢 你应该去多一次这边 你成功了一半遍 你成功了一半遍 你记住他的印象就是 你刚刚过了他半遍 幸好不进去 你压到蓝底 某程度上 他觉得你不进去是幸好 你都走到蓝了 防守你会这样想的 但是你是过了他半步 你就要利用这个印象 会是怎样 就是一模一样 跳右 去这边 当然是回来 明白吗 你就逼到他 他就会成功飞去那边 你就是这样用那个印象 首先 不是假如做问题 而是你那个 接触的动作 你本身没有好研究 没有 而且你是主要看反应打球 看反应打球 我说过的 上次阅读防守 我们要什么 预设 我预设了三个选项 基本 一来射你 铲你 铲你 然后急停射你 我自己预设了这三个 你看我打来打去 其实都是这样的 每个人其实是那三下 你要自己练好自己的三下 你看现在外国人 外国教练最流行的就是 最流行这三下 拍着球 一定有这三下 是不是 一样 一球 一球 好 但没搞动作 ok 两球 为什么我们今天讲搞动作呢 你一定要阅读到防守 刚才你看到他这么多球都站在你那边 你明白 你还跳那边 明白 你试着跳后也可以 或者跳前也可以 明白 你不是只有左右 就是我们打机 上下左右 是不是 何况我们忍 再来一个 球 他查 是 其实CM错了一样东西 你觉得你给到阿豪的印象 是什么 射球 你有没有拼过一球射球 但他 和我太远 所以就说 不是 所以你射了他 是 你就是这样 你就跳完射 看着 印象 第二个 就是 哎呀 然后第三个 印象 收得窃 打算走了 是不是 因为他已经预计了什么 你预计了我在这边 你看到我准备接球 就走这边 他收得窃 如果不是你中了 你是不是都被我催眠了 已经 你是不是很自然 就以为我在这边 我准备就接球走了 这个动作就告诉你 我怎样令他 利用他的印象 你两次 两次两球了 你个人自然很习惯的 我们假动作呢 有一个 三的原则 三下 节奏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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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说每样东西做了三次 你个人已经会中了这个节奏 哈顿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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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三 一三 再看一次 OK 一二一 OK 因为做多了两次之后 你会中了 有时候防守会比较劲的 OK 一二一二 一二一 你明白 他就会变成这样 一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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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动作 做三次 都是一个幅 除了用印象是最重要的 当然是说一些技术东西了 跟着 假动作里面 令人最信的 最一定要做 而大家做得最差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你们做假动作都这么假呢 你说真的 大家有眼看的 你们刚刚没有一个骗过人的 你看得出 由你打球就知道你人品好 哈哈哈哈 骗不到人 是不是 你是人品好 我人品比较差 是不是 所以就不断骗人 你是哪一部分骗不到人呢 你觉得 眼神啊 你见不见到你两个人打球 接球第一件事 做什么 一个初级的驾驶者都是这样 看那里 就去那里 同样 你们就是一个对打经验比较差的驾驶者 他对我的时候 OK 我去那里 就看那里 对 有点 对 好 不 对 有点 对 对 如果我做首波的话 我对着阿豪 第一球 以我们真心说一句 高阶小小的level 我在想,是不是很笨啊 真的會看他第一球 通常他會這樣閃 是不是很笨啊 就是看著他,主要是看眼睛 不是看動作,主要是看眼睛 第一球通常是看眼睛 看看他是不是 我給一球機會自己確認 好了,打到第二球 嘩,真是很笨 我們做假動作,眼神最重要 看著,有事沒事 不是看著那個框這麼簡單 而是有事沒事 記住,這個是重點中的重點 被蛇咬 都不要看對手對眼 一看了他,什麼都觸不到 明白嗎 我們只要一有眼神接觸 什麼都壓不到 最初階打籃球,最初學的人做假動作 你會發覺,為什麼這麼尷尬就是這樣 CM也有少少的,上次就是這樣 看著他閃 看著他閃 閃是什麼來的 是一個頭腦的假動作 是不是 你會不會 這樣射先 會不會 那人家怎麼會相信 你不會 那人家怎麼會相信 為什麼尷尬就是這樣 記住 第一件事 假動作不是要快 不是要特別大力 是最重要的 跟你的真正頭腦動作 是一樣的 明白嗎 然後,通常我就會 我建議是這樣 一接 OK 不相信 到現在我都沒有看過阿豪 是不是 不是 你現在都覺得我隨時會射 一看 你已經覺得我不會射 知不知道 很好騙的 防守者是很容易騙的 為什麼就是 看著 假設CM是我隊友 OK 通常我們都會在45度 1on1 很少在中間1on1 通常一給球 我們接完之後 看著 我現在看著CM的 阿豪是認為我看著CM的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現在 真心說一句 你是不是覺得我看不到 是不是 這麼大個人在這裡 怎麼會看不到 其實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不是罵你 你明白嗎 根本這麼大個人 這麼大個人在這裡 當然是看不到 你明白嗎 你看著 我現在看著你 阿豪都以為我看不到 你明白嗎 對嗎 現在就知道 是不是 但是這樣 你都看不到 你是看不到 這個時候 通常防守者 你會做什麼 偷嘛 通常都是會偷的 我就過了 這個才是真正的搞定作 因為眼 所謂靈魂之槍 就是靈魂在這裡 明白嗎 所以我們一接 怎麼都不要看敵人 明白 你不看敵人 始終騙到他 是否都信了 那一刻 我撞過來 你都信了 是否拒絕了 你 是否跌跌了 是否跌跌了 大哥我停了這麼久 你都信了 我還要講到明白了 你都信了 清不清楚 這個就是假動作 眼神的重要 同樣 我們可以利用眼神接觸 看著 接 Pass我 他完全看不到我 Fake他 Good job 出來 接 看了我 他不會隔我 看多一次 看著 你 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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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不想騙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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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理由 看著我會射球 我看著你 我就不會射球 所以你一看著你 這個時候 你永遠不會想騙我 你看不到兩次我起手 你都沒有反應的 看完你 射球 是不是 Fake了一次 加印象 同樣 接 Good fake了 就是加印象 我們剛剛用過一次 又可以再用 好了 記住眼神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 你要記住 如果我要Fake他去這邊 球 首先我要看過去 你是不是動了一下 明白嗎 第二 如果我要射球 看著 接 望一下 哎呀又炒 明白嗎 望一下 對 但是難很多 你真的要比較高水平 你才可以做到 就是 看完這一下 射 難一點的 真的難一點 我也是這樣炒 明白 是難很多的 但是 但是 我們可以早早看定 明白 通常我們打聯防的時候 我們就會這樣 看著 然後射 看著 你 看著 然後射 看著 然後射 就 被Fake停了 明白嗎 同樣了 打球 對 看著 射 是不是又Fake停 是不是你都會相信我去這邊 今次沒有信 今次沒有信 我再來 是 這是對的 再來 過你那邊 我過你這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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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 利用你的眼神 去創造自己的空間 一接球 無論如何 都不要看防守者 OK 嘗試一下 最後我們打完 對了 你看了他OK 你看了他 是不是 你看了他 你看到他的眼神 他基本上不會跳過來剝你 但是我建議你這樣 你剛剛是想看著他的眼睛 然後射球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 我明白了 Sorry 我說漏了一件事 你接球的時候 想確認他怎麼剝你 是不是 OK 看著 有經驗的人 不會接球才看 是啊 你現在有什麼做 那有空就看了 初階一點也是這樣 阿浩其實經驗不是很多 你看他 很多人說他 拍這些教學片 這一年兩年 進步很快 是 進步很快 因為他之前真的不太懂 很多東西 他沒有受過正規訓練 是來到我們這裡之後 出手一些不正規訓練 直到今天 因為正規都不會教這些東西 所以他那個經驗其實少 不多 但是他搜球我覺得他挺好的 差自己 就是經常過的 哈哈哈哈 波並不是在你手上的時候 我們先要什麼 就是看到波 看到人 如果CM封我這條波拉 就是他有時候會這樣的 對不對 剛剛 我就看到他了 對不對 我們不用那麼快拿個位 如果他真的這樣封住 對了 我們要怎麼做 沒錯 走進去 我們一個圓柱體 圓柱體的概念 我攻擊他這裡 淘汰 攻擊他這裡 不淘汰 行不行 當然不是這樣 當然淘汰 明白嗎 就是你記住 你是為了打球 不是為了打架 就行了 我們撥呢 我們撥 他伸的手出來 我們撥是OK的 但是你就不要撥下去 行不行 所以我們先看到兩樣東西 明白嗎 然後 然後 等他確認 我們通常 不要站著等 你這樣永遠 破壞了自己的進攻空間 如果他那個真的會 denile你 防止你射球 防止你接球 你寧願走過去 我們走過去 才可以創造回 這個空間接球 明白 你覺得這樣會淘汰 不要緊 你就這樣走過去 我就拿到了 你看看我的眼神 還沒觸到CM兩次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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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騙到 打能力為主 打多一球 每人兩球 看位置 不是 停一停 你不用這樣和這樣 向前看就看了兩個 你記住 你的畫面不是那麼小 你的畫面是16比9 沒有的 我等一下就講 什麼叫視覺 你向前看 你看完兩樣東西 最重要 你不要眼神接觸就可以了 明白 什麼 你要騙他射球 不是看他的眼 看他的眼是你射球 是啊 看他的眼 他不守你射球 所以你必須射球 明白嗎 你要騙他射球 是看著我 看不到他 喂 接球的時候 向左跳一步 然後描揽你就走 明白嗎 向左跳一步 描揽 對了 你就騙到半下 但是你的假動作太假 對嗎 對嗎 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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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次我示範你的假動作 觀眾看到嗎 剛剛阿豪怎麼做 是不是 準備倒掛金勾的假動作 是不是 假動作 我們射球的假動作是什麼 網框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射球的假動作 是要有 撲的空間 才會撲出來的 所以看著 幫我跳後 明白嗎 先舉一舉手 明白嗎 再看一次 明白嗎 離開的空間 不要向前跳 你跳的假動作也是假的 你怎麼會跳上去遲滅球呢 我們是跳環 環 這個叫環 明白嗎 現在不是有空間嗎 有空間的假動作才會順 你本身 跳完 你怎麼會順你的假動作 明白嗎 你就是假的 OK 轉 到CM 同樣 為什麼CM又是騙不到他呢 你都不是一個射球的重心 剛剛你是不是跳出來 但是這個人這樣帶你看著那個框 你那個人都在衝前 但是你想射球 這個就是矛盾 你本身你的眼和你做的動作和你的重心 你給到敵人的感覺和Message就是錯 不會有人相信 你記住 如果你是剛剛這一球 你是要這樣 你給我一個球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我先要令他失位 OK 不是走出來 走出來你射不到球 因為他追著了你 記住 我們先要令他失位 對 走到後面先 明白 然後對 我跳環 現在他才會順 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 已經是想撲起來了 我才有機會去射 明白嗎 再看一次 我們就是這樣 拿著那個球 嘩 不順啊 還是很糟 呀 呀 哈哈 好一點 再來一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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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 time 哈哈 他騙了你 他騙了你 是不是騙了你 剛剛 CM的印象就告訴大家 我不斷射球 所以來到這裡 我又聽他說原來正常搜球 他就突然吸進來 這個就是假動了 好球 好 好 今天 對 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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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